再关注目标权力帮助华人 因应美国动众川普上台后各项新政策 全面保障美国梦 台美律师协会 这个礼拜特别在洛杉矶跟陈县 两大华侨文教服务中心 分别举办两场免费法律专题讲座 欢迎社区民众把握机会 在台美律师协会副会长金胜之领军下 多位专业人才特别组成咨询团队 免费协助华人 因应一连串的政府新规定 并且透过专家说清楚讲明白 礼拜六礼拜天两天的Seminar活动 是免费的活动 所以大家请踊跃参加 尤其在Almanty的地点呢 可以容纳500多人 之间整个下午的活动之间 有很多break 可以让群众直接跟律师 私底下免费咨询 海外的华人或者是在美的华人 最担心的部分其实就是FEDCA 还有最近所签订的一个CRS 那这部分其实都会影响到税法相关的一些规划 那再加上其实川普在上任之后 针对了很多税务上面的改革 以及跟一些地方政府这边有税务上的一些优惠 所以其实很多的海外公司都有意义来美国这边发展 不只在南加州两地分别举办大型专题讲座 活动还分别在移民 人生伤害 遗产信托 房产投资 不动产管理等方面 请到律风法律集团经验丰富的律师与多位专家 共同解答民众困惑 主流社会来讲用这个金融产品有很多税务上的好处 也有很多这个传承杠杆这个好处 让家族的财富更加多倍的增加 现在是买的时机 卖的时机 到底可不可以像中国有钱很难进来 这些一大堆很sensitive 这些的问题我们到时候都会一一跟大家讨论 跟大家解释每一个环节 特别是在不动产买卖的契约 以及在禁职调查期所需要注意的事项 2018年的法律专题演讲 本周六下午1点半到5点 在洛杉矶华侨文教中心举行 周日同一时间 陈县华侨文教中心还加办一场 欢迎民众踊跃出席 东森新闻为宽刘欣然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